成佛的三个步骤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现在怎么去成佛 分三步走 第一步 先解决往生的问题 阿弥陀佛就是让十方恶业凡夫分三步走来解决成佛的问题 第一 让十方世界众生信愿持敏 往生到极乐净土 脱离三恶道的那种轮转的显途 这是第一步 一到极乐净土就好办了 第二步就是弥陀愿力加持 让他被大成证定据 得到大成证定据 他就不会退转到小成的生文位 这就离开了退转小成的危险 第三步就是让得正定据的往生者 直屈大成涅槃 避免堕入生文 辟知佛地 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堕道三恶道的危险 你没有得到阿维悦志 就容易有退转生文元觉的危险 你没有直接直屈大成的佛果 你在菩萨的位置上 在七地菩萨 八地菩萨都有取证偏真涅槃的危险 所以这里面自立修道的种种难关 阿弥陀佛这一愿都把他摆平了 把他避免了 所以净土往生一法就是快速成佛的法门 这一愿就是这样一个表达 阿弥陀佛